《大肥安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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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金融最新出的就是重磅》 這件事真是寄經四座 中國針對高正值人群 淨資產或者銀行存款 超過一千萬以上的 就會變成了高正值人事管理局 展開了高正值人群專項稽查行動 未來今歲四期 今歲四期就是稅收 第四期來到這裡 就是說之前已經有一二三期 期期推進 現在第四期會採取自衛稅務的手段 去採集每個納稅人的信息 做出相關納稅人的畫像 大數據無快 同時針對移民人員出台註銷戶籍稅 每個想離開祖國的人 都必須要到稅務機構出具清稅證明 你要走得 給我看過你 你要給多少錢走 你是有錢的 這樣你要清掉所有的稅 大家都知道中國是什麼 中國是一個萬稅的國家 什麼都要抽稅 普通人未必把 及時能夠 所有的稅務都能夠掌握 在這個時候 金稅四期就無非針對高收入 其實有兩件事 第一 你移民你就要去稅務局 出聲了你所有 有沒有欠稅局的東西 如果你欠的話 你絕對來不了境 第二 用一千萬做單位 即是說一千萬用大數據 或者用數字人民幣 甚至用銀行 更多的就是所謂的 叫做支付寶 和微信支付 用這些大數據 看你平時花的錢 和你的收入來源 去徹查你 事實上早前已經講過 中國是加大力度 請了25萬的稅收人員 去針對這些所謂高收入人士 今天下面那些拿把刀出來 割不動了 韭菜繼續生 但是已經沒辦法割得動 很多韭菜呈現躺在那裡 我不生了 接著就向這些 現在中國是什麼 最有錢的那些 京東 拼多多 馬雲這些 中國已經向他們開刀 也都已經 將他們共產化 接著就到這些所謂的 叫做中產人士 中產人士 現在 就用稅局去徹查 接著就金稅四期 黃金的金 稅就是稅收的四 稅 四就是第四個四 第期就是 期貨的期 即是稅收四期 接著用大數據 接著就向你的荷包開刀 即使你移民刀 麻煩你 嘔清了 如果你要走 放下買路前 接著就到 低收入人士 低收入人士 你放心 補貼就沒有你份 增加各樣的罰款 洗費 即是 即是怎樣 即是 習近平 為什麼會用蔡奇 因為蔡奇就是 在北京 鬥倒了所有的低端人口 接著就到上海 李強可以為什麼做國務院總理 因為 他就令到整個中產 摸了街 要逃離上海 接著就到習近平 共同呼籲 麻煩馬化騰你們 我現在要跟你分身家 誰叫你們這麼有錢 即是說 全面這樣 看著中國人的荷包 只要你有餘糧 他把簾刀 他把斧頭就向著你 現在是擺了什麼 要求你給移民稅 即是說你找了所有的稅務 分分鐘還有各種的條款 你走得 放下買路前 即是說 你現在買一個叫做 路票 你要走 買路票 留在中國 接著我們共同富裕 看看你有多少錢 接著再想辦法 徵高收入的稅 用這種政策 會不會 能夠令到中國的財政狀況好些 這樣也好 其實還有一件事 就是打貪官 近期 習近平一年任二十大 又打幾隻 又打了幾隻大老虎 下來 接著又可以將他們的財產充公 總之黨內黨外 全部都是一片錢 只要你有錢 就相當危險 就像我們的一窮二百 你就來 都沒有 好 節目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最終Share 訂閱科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加入會員 不同比賽 大肥安天娜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今天好早回了公司 開了浸會 因為 生活王國 會做了今年過年的時候 就開始收縮 現在一切正常 開始轉型賣健康食品 做一些高價值的東西 一路一路轉 而網台 一人不收聲 都會收縮 就剩下大肥安天娜 那兩條貧 就變成了負貧 令到自己可以減輕脾肺 多謝電腦仔 因為電腦仔 他日後現在有些事情在做 我說晚上 我沒有能力 再給這麼多錢的製作費 很多節目要縮 他都說堅持 要幫我忙 情願 收入少少 又多謝老鳳 因為現在我上片 就是老鳳幫我忙的 那老鳳 前天跟他談 那老鳳都點了頭 多謝那些好拍檔 也都希望大家多些支持 如果真是支持大肥的 希望按like 跟著追蹤 把我的片分享出去 跟著最重要就是 希望一個拖二十個 增加訂閱量 如果有機會的話 課金 Pay Me也可以 上來買東西也可以 跟著最重要的就是 會員 或者加入Patreon 在這裡多謝大家 拜拜